梁淑梓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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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一道人請周周 聽完映宏的分享 我相信很多人聽到 他的分享裡面所傳達的 這邊有一個很好的機會吧 對嗎 這邊有一個機會是能夠讓我們 在未來的人生過程當中 在未來的人生歲月裡面 去翻轉 去變得不一樣 而關鍵是 你相不相信 他們剛剛所談的內容嗎 對嗎 而他剛剛所講的 每一個東西 所表達的每一個過程 不單單只是他講 連照片都秀出來給你看 也確實發生的東西 全部都是事實 也真的很感恩 有這樣子的領導人 在認為給我們接力 真的必須要再次 給我們與紅一個最烈的掌聲 所以他剛剛有特別提到 今天來到這一邊 除了你要了解 這是一間什麼樣的公司 這間公司有怎樣的一個產品 關鍵是 你要不要決定 你要不要選擇 這一個事業嘛 對吧 對 所以你問我一個事業 他應該要怎麼做 或者是說一個行業 當你決定要加入的時候 要怎麼開始 我覺得全部的關鍵 剛剛遠鴻也有特別提到 在五月份 五月一號 將會有一場 不能講一場 將會有兩場 在台灣 還有其他市場 還有其他的國家 也會舉辦我們講的公司的培訓會 而這些培訓會裡面 所代表的講師 在二月的時候 已經有辦了一百場以上的培訓會 而五月一號的這些講師 全部都是從二月份的 講師裡面精挑細選 日理 季夜的 去把裡面談的很突出的領導人 然後讓他在五月一號 能夠上台來分享給我們 讓我們知道說這一個行業 這間公司或者是說我講的這一個事業 應該要怎樣做 而剛剛遠鴻也有特別提到 我們其中的一位講師 今天也坐在現場 我剛剛看了一下 不單單只有一位 今天在場的有三位 包含我們的榮譽飛馬鈴隊 以及我們的直聽 給他一個最二頁的掌聲 也包含了我們的榮譽飛馬鈴隊 就我們的寶蓮姐 也給寶蓮姐一個最二頁的掌聲 最後還有一位是我們的 榮譽飛馬鈴隊九五環 我們的育恩 我們也給育恩一個最二頁的掌聲 所以你問我這一個行業要怎麼做 不如我們先來看一下 接下來的這一個影片 立惠國際史上第一次 超過二十小時馬拉夫式集中學習 六百位獎師 複製於傳承 曾崇山選 永壽不知 四十八位卓越獎師 脫穎而出 十二個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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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三年五月一日 四十八位卓越獎師 二十八位卓越獎師 二十二個冠軍 二十二三年五月十三個 二十二三年五月十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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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旗幟強者 涵風寫這一張 所以在 這一個過程裡面 當然,關鍵是我們在 在Reway裡面我們要怎麼做 而我相信接下來還有一位分享者 最後一位分享者 由他來表達Reway應該要怎麼做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適合 因為在Reway我加入的時候 這一個領導人就已經在Reway這間公司了 而每一次當我跟他接觸 不管是電話或者是見面 當我每一次跟他接觸的時候 我永遠聽到他會跟我講 這個夥伴他要怎麼幫助他 這個夥伴我應該要用什麼方法 能夠幫助他 不管他在台北 不管他在宜蘭 甚至是中部、南部、東部 任何一個地方 只要那個地方有他的夥伴 他都會想盡一切的方法 去幫助在他底下的夥伴 而我有時候想 在年紀上面已經算是長輩了 可是每一次跟他談 不管是公司的會議 你只要跟他講 宜蘭這邊有你的夥伴 他就會跟你講 好我去 你只要跟他講說 南部這邊有你的夥伴 他會跟你講說 好我來 也就是這樣子的一個人 我覺得今天 由他來做最後的一個分享 最適合不過 而他是誰呢 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 歡迎我們的 榮玉飛馬林歸山 一環 敬心臉 謝謝 謝謝 好 谢谢 各位嘉宾及各位情牌领导人以及所有的立惠家人 大家晚上好 我是来自立惠生生幸福团队 荣誉飞马山一环七七年 大家晚上好 今天感谢公司给我这样的机会 Rex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他说4月1号你有没有空 有没有在哪里 那我说在哪里 他说在TICC 我一想TICC 我光听到这样我就觉得说 我在台北已经65年了 我没有站在这个舞台 今天是第一次站在这个舞台 真的感谢公司 感谢Rex给我这样的机会 我们再次给他掌声 谢谢 原本想说今天是4月1号 刚刚我们隐红有讲说今天是什么节 一元节 其实今天又是周末 又是廉价的第一天 真的没想到有这么多的伙伴 还能够在这边 今天这个时间应该是在家休息 享受天冷之乐 但是还是会来这边 代表说我们还有这个学习的心 对不对 对 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分享会 事业分享会 就说大家能够在这个时间点 在这边 我相信很多人 还有他的不甘愿的人生 对不对 对 今天才会在这边 我们给我们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 程如刚刚我们的Rex讲 我在立会已经到今天 我从103年的11月1号加入立会 到现在已经8年 将近8年半的时间 其实我跟立会结缘 真的首先也要感谢我在立会的贵人 借助大家的掌声 感谢我的立会的贵人 谢锦敦 谢大哥 谢谢 也要谢谢我所有的伙伴的付出配合 我今天才能够站在这边 给我们所有的伙伴一个热烈掌声 谢谢 真的因缘聚会 我也很荣幸 很高兴 我在二十几年前 其实我从小就身体都是毛病 所以我一直都在吃药 但是我又不想吃药的人生 所以我在二十几年音缘聚会 我就接触了直销公司的保健品 所以我二十几年来一直都是吃保健品 所以也因为这样我二十几年来 我没有吃过半克西药 是因为我就是很怕吃西药 所以我会找保养品的方面去 那也因为我有接触这样的保健品 所以我才有因缘可以接触立会 真的感谢立会给我这样的机会 再次给我们立会一个掌声 谢谢 就是因为身体不好 刚好碰到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很多人 我相信很多人在座的 你们今天能够坐在这边 你们都是有 你们认识的人介绍你们的来 对不对 大部分是对不对 但是我是因为 我的介绍人跟我是不认识的 那为什么不认识我 还有机会接触立会呢 因为就是在一场 一场的 一场的一个餐会当中 就是认识了我的谢大哥 我就跟他换了一张名片 那人生当 其实 人生都有跌跌撞撞 浮浮沉沉 对不对 那你在当时 就像我们刚刚宇萌讲说 有时候你真的在淡尽圆绝的时候 你就会想 我要怎么去度过这个难关 很多人都会这样 所以有时候一个机缘来的时候 你会想到说这是一个机会 所以我就跟他交换了名片 我就打了个电话给他 我说 请问 谢大哥 你那边是有什么资讯可以了解吗 他说 我是在一个 反正我礼拜一到礼拜五都在那个地方 就在我们的公司很洋路 我那时候我不知道是我们公司 那 他说他一到五都在那边 结果我就选了一天礼拜三的时间 刚好空档我就 直接就过去他说的那个地址 结果你们猜我到的时候 谢大哥在吗 不在 如果是我们在座的各位 如果你的介绍人 或是说你去找他 然后你到那边打电话给他 他不在 他说我要两三个小时才会回来 如果是你 你会继续等 还是会离开 很多人都选择离开 对不对 但是我想法不是这样 我不入虎穴 冤得虎子 对不对 我相信 我想说既然来了 我当然要了解到底是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公司 那也那么巧 就在那个时间点 我们的邱老师 邱正修老师 他刚好在跟一些我们 他的朋友在分享 这个我们立位的产品 那我那时候不知道 立位的产品是长了什么样子 我只是坐在后面听 听了他讲完这个产品 我觉得 哇 这个产品 跟我以前想象的不一样 因为我吃了二十几年的保健品 虽然维持了基本健康 但是 他的产品是一颗可以搞定 然后又讲这个也效 这个也可以 这个也可以 那个也可以 那我想说 我吃了那么多保健品 那他如果一颗能够搞定 那我就想说 哇 那从我头毛跟隔底 我皮膚跟骨脆 哇 这个全部搞定 那这个产品不得了 那时候我就看到 这样背后的一个商机了 我就觉得这样的 因为我不用瓶瓶罐罐了 因为我以前 我知道我的眼睛不好 我就会去吃叶黄素 我觉得我的头脑 头脑有点记忆退化 我就会去吃银细 我觉得我的心脏有点闯不过来 我就会去吃那个Q-10 我的脚不好 我就会去吃微擦令人 我都会去想这样的东西 但是他现在一颗搞定 我就觉得 这个是一个市场 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所以我就一直追问我的谢大哥 追到邱老师跟我讲说 怎么有诈骗情传一直找我们 那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刚刚我们在讲 很多我们刚刚的思琦 还有我们的智慧 是不是讲说 完全不懂直销 对不对 那我是感恩有直销 让我知道养生的概念 因为直销他会教育我们如何养生 至少让我们比较不会生病 所以我对产品 因为我们人生病就是因为细胞故障 那细胞故障 我就找回恢复健康的方法就好 可是因为直销 他教育我们的一些营养的概念 所以我二十几年来 我是真的没有吃过半颗西料 我包括看牙齿 我只有看牙齿健保卡用而已 其他都没有在用 因为你看 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产品 他可以帮助我们 那他市场是多大 我当初的想法是这样 所以我就一直在 所以就是请谢大哥 告诉我这是什么样东西 当天刚好礼拜三 在座的我们各位 如果自己有伙伴 你就知道公司礼拜三是什么 OPV OPV 对不对 但是OPV里面 我就到那天 已经跟他等到五点多 他说既然来了 那刚好有便当 我就吃便当 就这样有便当吃 那我就吃了便当以后 就刚好七点就听了一场说明会 我真的是因为听了那场说明会 改变我的 对干细胞的了解 他说轮胎破掉用什么符 下一条符 水泥条破掉用什么符 水泥 那我们人都会生病 对不对 那生病就我们一般都是 找是要打针嘛 那我们有一个选择 我们可以选择 西胞的母亲 干细胞 我就这样的观念 认为 哇那这样子真的是OK的 一颗搞定 就是开启了我对干细胞的观念 以前我真的长到六十五岁 活到六十五岁 我不知道是什么叫干细胞 是真的 我们以前没有教育我们 从问妈妈说 啊我怎么来的 她说 不能坐上去的 就老公拼出来 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干细胞 我真正来到立会 我才知道什么是干细胞 所以真的立会 给我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也因为这样子 我就觉得说 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商机 我又看到公司的几个面向 从产里面 她是独一无二的 只有我有别人没有 我觉得这是商机 老板 公司的平台 老板又是讲说正面正派的 他说要打造一个直销的 正面正派的直销文化 我就觉得 哇好开心 因为我们在 虽然有些公司 我吃的产品 不一定会去经营 但是 有些想经营的 就是老板 可能就 投资私利 他就没了 那就像我们 那有的老板是 当你收入到达一个很高的时候 他就改制度了 所以你居然很认真 可是可能两年三年 你又要从头开始了 所以为什么刚刚很多人对直销的误解 所以才会 让直销这么负便 可是还好我们老板懂直销 我们老板18岁他就接触直销 我们总裁18岁就接触直销 所以你看 他要把所有东西不好的都拿掉 留的都是最好的 所以你看一路走来我始终如一 现在到了今天八年半的时间 所以我很感恩公司 我们在这给公司一个热雷掌声 他带我们走来一个正确的路 那老板的文化理念 我们接受他的理念 他的文化 他可以教育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所以从产品 从公司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 你看 制度里面他完全没有瑕疵 他从头没有没有变过 他有变也是一直加益 那你看 他把外面所有大家都讨厌的 他都拿掉 而且具有竞争力 我们在外面跟人家谈的当中 只要制度一拿出来 对方绝对赢不了我们 因为我们不用从销 不用责任而 不用网路费 对不对 那 这个就是我们的优势了 包括所有的市场 你看 所有的市场 哪有市场 除了医疗市场 我们医生 当然 很多人说 哎呀那你都不吃西药 那医生那个 我说没关 我说是 我们急症细菌感染 意外 当然要找医生 对不对 但是慢性命 就要靠自己 所以 他有医疗的市场 有美容的市场 有医美的市场 你看美容医美的市场 我们今天如果说要年轻五岁 我们要花多少钱 可是在立位 你花不到十万 你就可以年轻五岁了 对不对 对 你看像我们这 我已经六十五岁了 如果六十几年 六十几岁的人 看起来像六年级好不好 我们给我们产品一个热热的掌声 我刚刚还在跟雨萌 我说 哇你这么年轻 你是七年几班啊 她说七年七班 我说我都生得过你 我女儿都四十岁了 所以真的 你看医美的市场 可以让我们回春 你看这个多棒 对不对 那还有 所有的宠物市场 你看这个宠物市场 大家 现在都不婚不生很多 对不对 结果你看 宠物成为她的家人 我在八年前进来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宠物的见证 我是因为这个见证 我觉得不可思议 怎么会宠物也可以 因为那个是刚好 我们有一个以前 那个我们旁边的一个伙伴 一个另外的伙伴 她一个小女生 她的一只狗 因为车祸 结果眼睛要挖出来 要挖出来 要挖出来 结果她说去兽医 要花三万多块 那她想 人家跟她讲说 Petitia这个产品 她说我既然要挖三万多块 眼睛要挖起来 那这样我的家人 我们的宠物像我们的家人一样 她说好 那既然这样我就试试看 结果试不到一瓶 她的眼睛不用挖起来 那时候又正常 所以我就觉得 哇 这个市场真的非常的大 我们可以帮助很多人 因为宠物没有健保 那你看要花很多钱 对不对 有时候可能要花得到几十万 那你看 我们可能一天给她吃一颗 我们可以避免她 比较不会生病 对不对 所以你看 这样的市场这么大 包括我们公司的系统 你看刚刚我们也有放了很多的影片 你看又有这十二档的主题 你看老板 他就一直教育我们 从基本功开始 刚开始我进来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做 因为隔行如隔山 每一个公司 每一个公司有他的文化理念 都不一样 虽然是直销匹师 但是觉得都不一样 那 你看 我当初进来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我只是 请教育老师说 那我要怎么做 他说 你要只要把OPP背好 你就可以月入百万 我说 这样子 OPP讲完就可以月入百万 所以你看 是不是简单相信 你就可以达到这样子 你看 刚开始都不懂怎么做 然后 就是 只是会听OPP 讲OPP 你就可以达到现在的状况 那你看 其实做REWAY是真的很简单 所以我们公司 你看我们公司的 那个 六批里面 我们的人物 其实我们在外面 碰到很多的公司 他们没有人跟你站在一块 来到REWAY 你看 有什么状况 你只要有什么机会点 你要需要什么帮忙 我们的业务托长部 他都在你的旁边 一般公司业务部跟你是对立的 可是在REWAY 不是 他是跟你站在同一线上 所以一起打拼这样的市场 所以你看 完全REWAY 很多人讲说 你们REWAY是直销公司 听到直销 大家都直接消失了 对不对 可是你看 我们直销公司 我们是不一样的指销公司 所以 为什么在座的 我们里面有医生 有律师 有会计师 有所有的师 都在这边 包括他们都很专业的药剂师 什么他们都会认同 因为人也会生病嘛 因为我们人是细胞做的嘛 对不对 人都会生病 不是医生就不会生病 医生还是会生病 对不对 有时候他看着你 他自己也要 他可能看着你要吃糖尿病的药 可能自己就在吃糖尿病的药 因为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选择 可是现在我们有 Petyr可以选择 起码 比较不会生病嘛 不是说不会生病 比较不会生病嘛 所以你看 我们在做这样的 这么大的市场 我们又在做一个无形的功德 我们如果省掉很多健保费浪费 你看 我们在八年来 我已经帮助多少人 让他们几乎都可以不用去看医生 真的几乎都可以不用看医生 那你知道 是不是这样相对 我们也节省了健保费的浪费 这也是无形的功德 对不对 所以 有时候我们把它想回来 除了公司的产品 真的 帮助这么多人 所有公司的系统 他就绕完 只要跟就好了 真的只要跟就好了 今天 我们能够大家都在这边 我相信都是因为还有梦想 我们知道立位 他目标是对的 我们老板说 你只要三到五年 你就可以达到你要的目标 为什么我们大家都还一直在怀疑 其实走一步 退两步 你还是退 所以我们只要往前冲 其实没有什么难得 其实立位已经教育到我们 真的 所有的面向都OK 现在只要是我们本人就好了 真的 我刚刚有提到说 我为什么看到这样的一个商机 因为我在看到这个产品 我看到这个背后的商机的时候 我就想到马云讲过一句话 马云说 人家记者问他说 你怎么那么厉害 他说我不厉害 我只是在对的时机做对的事 但是现在要超过他马云的行业 我有大健康产业 那现在大健康产业最夯是什么 钙细胞 钙细胞 所以我们已经走在实际性的产业 趋势性的商品 我们已经走在这样的时代尖端 我们只要抓紧这个机会点 我们就可以达到我们要的人生 所以在座 不管我们在这边坚持了几年的人 你看到最后都是到终点 所以巴菲特讲过一句话 他说走出去学习 让精彩的世界改变 我们去接近成功人士 让他们的思想来影响你 他们想法影响你 你看在座的今天 不管我们听了我们刚刚前面三位讲的 其中不管你听到哪一句话 能够改变你的思维 我相信你就可以改变人生 在立位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没有什么太复杂 他没有说很复杂 还要什么十八般武艺都要 没有不用 你只要跟着系统走 就是慢慢跟慢慢跟 跟到最后就跟上来了 所以我在这边也 刚好前几天看到 我们伙伴里面有一张照片 我也请我们Rex 帮我放一下 这张照片 大概在六年前 我们的品家飞马 他在办三星尾牙的时候 感恩宴的时候 刚好有这张照片 因为他还留下来 所以你看 我们旁边有看到什么 有谁 我们有我们的 那个东亚区总监Erik 对不对 有我们的埃娟 对不对 还有我们的总经理Kevin 对不对 你看 几年前的 他们才刚 才刚到立会 因为他们坚持 因为他们相信公司 我们也相信公司 在座有我们的凤架飞马 我们的凤架飞马 也刚好在上面 有我们的品架飞马 还有 真的你看 我们一直坚持到现在 是不是 每一个人都达到自己想要的人生 对不对 你看 所有前面三位 现在都是我们公司的高级 都升官了 对不对 所以老板说 你只要坚持三到五年 你在立会做不成功 他养你一辈子 谁敢这样讲 哪一个老板敢这样讲 就是因为我们立会 我们有立会的文化 就让我们可以这样子 在这样的平台里面 得到我们要的 我们今天的产品 让我们 帕蒂尔可以让我们 人家说怕老 怕死怕病 我们的帕蒂尔可以解决 对不对 对 怕老怕丑 我们的康瑟可以解决 对不对 你看 两样东西 王牌都在我们手上 我们如果还做不成功 那就不是别人的问题 那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 对不对 直销 还好老板用 老板懂直销 还好我们公司用直销 如果没用直销 请问这个产品 在我们的医疗院所 在外面卖 有我们的机会吗 没有 可能都是 那个金字塔上层的人 可以 可是我们这边 深斗小牛 我们都可以拿到这样的产品 你看 我们在深斗小牛 在公司 我们可以得到我们的一个价值 什么价值 你看像我们 刚刚我们的智慧讲说 他都四十年都没有出国 你看 一般 我们想出国 可能我们的 我们的时间不允许 可是我们在 已经 现在 我在立位已八年 我们以前最远最远到哪里 东南亚 结果在立位 我们可以到纽约 可以到纽西兰 可以到伦敦 哦 这个是我们做梦都没办法想得到的 所以立位都可以给我们 所以在座的 只要我们真的相信 简单的相信 不要去复杂的怀疑 我相信 在座的各位 我们都可以达到我们人生真正要的 在立位 真的 你只要坚持 我刚刚在讲 上我们刚刚那个照片 只要坚持 每个人都可以达到 我们老板的格局这么大 他的企业文化又这么大 我们感觉 他就是我们一个避风港 在立位 你不用去担心 我们在外面的时候 你要去担心 什么时候公司会倒 什么公司 什么时候老板会辨职 因为一般传统的老板的直销 他没有直销理念 所以他随时会变 他会以利益 以他公司的成败 他去考量 但是我们总裁 他不是 他是以我们的经销商 为我们的 就是 他要的是 任我们经销商 都可以赚到钱 所以我们只要好好的根 真的就可以 达到我们要的目标 所以其实在立位 真的你是要坚持 真的坚持到最后 你不要放弃 我相信 都可以达到 一只小狗在沙漠 他一直找 一直找 一直找 在找什么 蛤 他要尿尿 他要找什么 他一直要找练线杆 你看 一只小狗都那么坚持了 不管我们是人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 你只要坚持到最后 我相信在座的 一定可以达到你要的 三到五年 像我已经八年半了 你看在立位 真正 你可以达到的 不要三五年 就算十年 老板说 那天在上课的时候 他说 六十五岁 你会做什么 你能做什么 我想说 老板怎么刚好 讲到我的年龄 所以我觉得 六十五岁能做什么 我还在想老 老天如果厚爱我 给我活到八十岁 只要不要意外 那我还有十五年的时间 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可能只有不到五千天 我扣掉三分之一吃饭 吃饭拉撒 吃二拉撒 三分之一睡觉 我只有剩三分之一 剩不到一千多天 所以不要以为明天很多 真的 老板也提过说 在座的二十几岁的 真的 我们真的 时间很紧迫 真的 没有人会管我们的死活 没有人会管我们的成败 只有现在在立位 你看我们不同的年龄 我们在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的人 在这边可以白手起家 对不对 我们在中年人 我们可以东山再起 就算我们是六七十岁老年人 我们才可以在立位 嫌疑翻身 好不好 所以你完全在立位 没有年龄的问题 就像我们六十几岁 我们还可以跟年轻人 去 可以走同样的路 可能感谢我们的葡萄 再给我们的葡萄 元瑞瑞掌声 所以真的在立位 楊成功 没有无佩服 只有坚持就好了 所以最后 我也送大家四句话 十年打工还是工 十年经商风雨中 十年政治一场空 在立位十年 在立位十年 你可以成户 好不好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最后都祝我们大家看到 身体健康 口袋健康 平安顺利 我是幸福 幸福团队 季经年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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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所以今天的會議呢 也到了尾聲 希望說今天有來到現場的朋友 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剛剛台上的這些分享者 他們所說的 而當我們思考完了 有任何的疑問 有任何的想法 都不妨找帶你來的朋友 去了解一下 去了解一下 不要把疑問 不要把問題 帶出這道門 好不好 好 那我在這邊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心想師誠 謝謝你們